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 洛杉矶时报已于15日宣布 凯曼因遭到不当性行为指控 决定暂停其北京记者站站长职务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据报道 凯曼的一名美国媒体同行费利西亚桑莫兹 Folice Osimas于15日致信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指控凯曼曾在去年9月两人的一次接触中 对自己行为不轨 桑莫兹在信中描述说 凯曼在未争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 对自己动手动脚 并将自己推到墙边迫使他发生性行为 作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成员的桑莫兹写道 即使晚上的部分时间是双方自愿的 但凯曼却不断越界 他还表示自己如何与凯曼结束性行为 当时究竟模糊了自己的记忆 桑莫兹曾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在北京工作 后来回到美国 对于桑莫兹的指控 凯曼说 我的看法与桑莫兹对那晚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双方自愿的 纽约时报16日称 凯曼在洛杉矶时报工作前 曾在纽约时报实习 桑莫兹称 自己对驻华记者协会处理凯曼的问题表示失望 不过桑莫兹和劳拉都对落 山基时报调查凯曼感到高兴 桑莫兹说 不管发生在美国还是在国外 性行为不减都不能为任何新闻机构所容忍 据观察者网字前报道 今年1月 正值全球掀起 M2反性骚扰运动 凯曼当时遭一名女性指控性侵 随后凯曼辞去在华记者协会主席一职 1月11日 一位名叫劳拉塔克 Laura Tucker的女性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凯曼2013年曾对她实施不当性行为 劳拉表示 当时在酒后 她被迫和凯曼发生性关系